持续来关注中二选区 国务党籍的候选人严宽恒 礼拜一的时候 跟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妈妈 在宫庙巧遇引发热烈讨论 柯文哲是不是借此另类表态呢 现在还被爆料牵线这场会面的 是韩国瑜的亲信 现任民众党的媒体总监黄文才 而开车在柯妈妈到台中的人 是民众党新北党部主委杨博宇 现在传出引爆了民众党内的不满声浪 甚至有人直接退党 民众党内有人因为柯妈去看颜宽恒 所以退党 哎呦 连统结束了 面对提问刻意闪躲 柯文哲母亲看颜宽恒四号巧遇神明前 如今却传出引爆党内不满 有人直接退党抗议 全因为当天被人揭露 带着柯妈去找颜宽恒的 正式民众党新北党部主委杨博宇 更传出居中牵线这场会面 就是韩国瑜心腹 现任民众党媒体总监黄文才 的确是有一些声音 认为说是不是可能旁边有一些幕僚 他们有带着这个柯妈妈 然后去设计了这样子一个巧遇的局 打电话到党中央这边来 抗议跟反应的 我目前知道是大概十二通的一个电话 小部分的一些党员 可能甚至认为说我要退党 柯妈立场如今却被解读 民众党案挺严家干涉这场蓝绿补选 立委大战 杨博宇丢出照片自清 说自己太太叫柯妈姨婆 柯文哲舅舅自己只是常常当柯家司机 主委跟柯妈妈他们家其实是亲戚关系 也并不是什么党共 新年期间大家出去走一走 然后去面面拜拜求新的一年能够平安 我们真的并没有表态支持颜宽恒 党中央完全就是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 白色力量重生保持中立 只是柯主席家人党工和颜宽恒合照大方比五号 蓝绿双方纷纷大做文章 这次我们讲高子瑶调报道